是 原来 原来叶怀妹妹和这个钦斋大人 早有死情 这强效催情相药效十分了得 任凭你什么真负猎女都抵挡不住 你手上给我解药 没有 不过 仇贵好像说了一嘴 药破此香 最有效的方式 是痛 痛 没错 痛 待他们要效发作 你趁机前进去 用重手法 点他们几书最生痛的穴道 如此 他们应该可以清醒 好 好 好 门西怀艳 心中细流 回言方清全 回首一生 你难 wi 你 你 我 主子 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 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 还望主子克制自己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做出有损易欢明解之事 大人 卑职听到歌中不断传来调笑之声 还有追逐细细声 后来 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声 还有 女子 胡同的交呼之声 看来蒙大人兴致很高 其实我 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 你别再说话了 我们知道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刘德昭在这香炉里放了崔晴香 你们刚才 都中招了 崔晴香 难怪我刚才只觉得一时模糊 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 我一时之间寻不到解药 只能用重手法 点了你们几处痛血 刺激你们清醒过来 还请主子书总 这次多亏了你几时赶到 不然一会 将来只怕会恨我一辈子 桓妹 你刚才也中了崔晴香 才会乱了神志 我不怪你 但是你要记住 你可是有夫之夫 千万不要做出 玷污我们李家门眉之事 否则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你更不要害主子 落下一个夺人之欺的恶名 有损他的威严 不过 刘德昭安排了人 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 刚才你们那一分闹道 反倒会让他们放心 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 我也得赶紧离开了 免得被他们发现 坏了大事 原来义欢妹妹和我一样 早已许配了人家 心中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我们倒是同病相怜喽 你现在的样子 哪里还像我的老大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吧 若是不说话的话 岂不更尴尬 其实 就算刚才发生了什么 也没事 大不了你先退婚 然后再嫁给我 呸呸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老大 龙嘴里 自然吐不出象牙 只能吐出龙血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你不妨再考虑考虑 你要再胡说我不理你了 好 那咱们说点正经的 李建青真的是你哥哥吗 我 他当然是我哥哥 你问这个干嘛 亲哥哥 亲哥哥 主甲包换 可是他刚才 看见我们在水里那样 他的神情反应很不对劲 当时他很是奇迹败坏 似乎还曾想对我出手 连剑都拔出来 他是因为 他以为这屋里 还有刘德昭的人 他拔了尽身为了保护我们 可是 他眼神中 有一种恶狠狠的东西 在看着我 像针尖一样锐利 虽只是一闪而过 可我的心 却不寒而离 原来龙小弟 你也有这么胆小的时候啊 可能吧 如果不是你说 他是你的亲哥哥 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未婚夫 你看你 越说越离谱了 他和我未婚夫从小一起长大 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 在成亲之前 出什么意外 你想想那些公主格格们 如果早已许配了人家 那有别的男子 打他们的主意 那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怎么还不出了呀 怎么还不出来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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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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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有劳柳大人了 那就好 龙大人 那就随本府到我书房 咱们把那个事情再重新的 不用在意了 就按着你说的安排吧 多谢龙大人 不过这本钦差啊 毕竟是来视察官风的 眼下灾民闹事不断 又有这牛角斋的乱党 在远处盯着 这本钦差啊 也不宜常来你府上见万姑娘的事 是 是 是 所以啊 要不然你把这万姑娘 安排到府外的一个地方住人 等本钦差回了京城以后 你再悄悄地把人送到京城 到时候我再拿她为妾 那不就免人口舌了吗 明白 本官明白 龙大人放心 我一定把此事给你办得 是妥妥贴贴 此事简单 大人 我先在城东置办一所宅院 然后把万姑娘安置在那里 大人只要有空 就可以悄悄去会万姑娘 等到大人回京之后 我亲自护送万姑娘进京 如此一来可报万无一失 刘大人 这邱老板做事极为妥贴啊 我平时调教得好 主子 咱们先回叔府吧 那 先行告辞了 宋龙大人 宋龙大人 贵啊 看到了吗 原来此人的弱点是好色啊 亏了你那儿有一个美人万素 否则这一关真的难过呀 事不宜迟 我将给她置办宅院 再送几个丫鬟给她 这件事儿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然后让孟祥和把万苏姑娘赶紧送过去 不瞒你说呀 我是真没想到啊 这万苏姑娘如此厉害 就一晚上 就把这个龙三这个甲镇警 让她陷了原刑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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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敢敢光天化日之相 拦路抢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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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下来作为买路钱 不过因为我有要事在身 需要马匹赶路 可不可以把马留给我 还请高抬跪手 驾 驾 讨价还价 好啊 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马留下 老三让你了命都留下 各位兄弟 有话好说吗 好 既然这样 既然这样 那马就留给大家 钱财马匹都留给你们 放我一条生路 怎么了 你不是说好了只要钱财吗 哪三 给我出 驾 拿走他们 快 医夫 你腿受伤了 没事 快走 驾 驾 医长继 跑了两个 怎么办 赶快发速序号 让前面的人拦住他们 走 好 义父 我看这帮合一人 不像是普通的盗匪 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 刀像是一匹训练有素的杀手 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 是啊 他们好像很了解 我 义父 我看这帮合一人 不像是普通的盗匪 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 刀像是一匹训练有素的杀手 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 是啊 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 特意埋伏在我们通往御八战 营地的必经之路 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 不好 历史兄妹真有可能是图谋不轨的贼党 你是觉得 这帮杀手是李建青和李懿欢兄妹派来的 咱们此次调兵可谓是十分隐秘 这些杀手如何知晓的 这李公公才供你三十多年了 李平是书总兵的女儿 其他侍卫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八戚子弟 他们个个来历清白 绝不会勾建杀手暗害我们 只有李氏兄妹 他们俩最可疑 义父 如果说李建青和李懿欢兄妹是乱党 那他们的目的 不仅仅是要置我们两个于死地 恐怕 皇上有危险 都怪我 我不该听皇上的 什么还要去调兵 我应该死见皇上 让他赶快回京才对 现在也没有办法 那我们该继续调兵 还是回去见皇上 他们跑不了太阳 快跟上 不好 我们快跑 都十多天了 这索徒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呗呗呗呗呗呗呗 乌鸦嘴 诸子别担心 我已经安排两个侍卫兄弟 去打探消息了 也不知道这四额图 什么时候能回来 一换 嗯 要不然 你们把刘德昭 送给我的那些清贱财宝 想办法换点粮食 来镇家那些灾民吧 龙小弟 我本来就这么想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好意思说 没想到你也这么想 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 环妹 你又不知情仲了 怎能跟主子并成英雄呢 我 无妨 在我的心里啊 易欢一直是一个 金国英雄 有眼光 有肚量 主子 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啊 如果拿刘德昭行贿的 金银珠宝 去买大批的粮食 就会引起刘德昭 和仇贵的注意 他们一定会识破 主子跟他们 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说不定他们会铤而走险 向主子您下手 强龙南亚地头蛇呀 李公公说得没错 刘德昭一定安排了 诸多眼线盯着我们 眼下所大人情况不明 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 我们顶多在城的 东南西北各射一处周棚 但不可再大肆震气灾民 万一有什么闪失 我等担待不起 你们说得对啊 是我考虑不周 一时的阵迹 只能缓解眼前的灾情 而不能一劳一役 只有我顺利地回到了京城 才能肃清励志 以后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免遭留得着这样的贪官荼毒 主子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 天大的事情 也没有主子您的安危重要啊 尼昏 咱们现在有银子了 你什么时候啊 把你跟丽萍当的那些首饰 给赎回来吧 要不然回了宫里啊 又要向我多讨点利息了 龙小弟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 尽打细算了啊 这龙三那里现在有什么异常啊 没有 他就是在城里多设了几副舟棚 然后十二个时辰不间断的诗舟 此人果然是一个卖职举忠之辈啊 还真会收买人心 万苏那里他现在去的勤吗 勤着呢 每晚都要去两个时辰 只不过他不在那里留宿 最多每天三更他就离开了 而且每次去的时候 都是先穿着便装走后门 他跟万苏优惠的时候 除了那一个丫鬟就是礼惑 其他的人也进不了身呢 看来此人是一个小心谨慎的 难怪这年纪轻轻就可以爬到如此高的位置 还受到了皇上的宠信 做到了钦差 后生可畏啊 有什么后生可畏的呀 他现在是财色间收消停的 想想他当初拿枪做事的样子 我就恶心 恶心 恶心什么呀 如果这个龙三他不好色的话 我们拿他还真没办法 呢 孟护尉 这个龙大人每次都是午夜来 三更离开吗 是的 舅老爷 当然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 他一天不离开太阳 咱们就一天不能放松警惕 你还是要盯紧吧 卑职明白 舅老爷放心 我一定盯紧他 辛苦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那是在逍遥阁里面 我听到的琵琶声 也是这万苏姑娘弹的 不是你吧 又被你给揭穿了 我就说嘛 就以老大你这性格 做什么事情 都是半可中的热情 怎么可能弹出 这么一首好琵琶嘛 我有件事做得特别好啊 吹牛啊 所向披靡啊 说得吹牛啊 老大你千称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啊 老大 我虽然吧 没见过这个万苏姑娘的脸 但是吧 我就看她这个 朦胧的身姿 和她弹的这一首好琵琶 一想啊 她就是一个 刺意双绝的女子 你说我每天晚上 坐在外面喝茶 玩了空担着一个 风流好色的名头 我多亏啊 要不然这样吧 你呢 先回避一下 好让我真的 一亲万苏姑娘的方子 你不行啊 为什么 这万苏姑娘是刘德昭送给我的美人 我假戏真做怎么了 再说了 我就算真的看上她了 我回头带她回京就好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吃醋了 我没吃醋 我是在维护你 维护你龙小弟的形象 原来我在老大的心中还有形象呢 那当时在宫里是谁说的这个 全世界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 要不然这样吧老大 你呢 就承认你吃醋了 那我吧 也就 看在 你心里难受的这个份上 我就 我就 做一个 美色当前不动摇的柳霞慧 要不然我这一连十个晚上 都在这喝醋茶 我 我受不了啊 我 你给我站住 站住站住 不行不行 老毛病又犯了 上次对我也是差点假戏争作 我告诉你啊 万叔姑娘不一样 她心有所属的 而她心里喜欢的人 是帮咱们的 所以你千万不能对她打主意 得了吧 上一次你也是这么骗我了 说什么非龙三不驾 不能动心腹手下的女人 怎么 又想顾忌重施啊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 我不会骗你的 真的 你知道咱们抢官衣为何这么顺利吗 因为在刘德昭身边有咱们的内应 而这个内应 就是万苏姑娘她的心上人 如果你真的对她起了什么色心的话 那你就是轻重不分 见色忘义的大坏蛋吗 真的 真的 我骗你是小狗 好吧 那我就暂且放过来 老大 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剑文吧 我还哪有心思风流快乐 只不想逗争你吧 不过呢 我倒不像是某些人 表面上 一本正经地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实就是吃醋 这个康熙真是色心不死 想找机会撩拨坏妹 坏妹 你可一定要守住 万万不能对咱们的死敌动险 懒得理念我 龙大人 时候不早了 小女子恭送大人 看看看看 人家万苏姑娘心里压根就没有你 催你走呐 别赖着了 好酸啊 好酸啊 好了 万苏姑娘 在下先告辞了 孟兄 李兄 九龟一直在对面的房间监视你们 刚刚才走的 现在可以放心会舒服了 多谢孟兄 钦差大人 这个就是孟祥和 我刚刚跟你说的万姑娘的心上人 也是一直帮咱们的好汉 怎么样 比你长得鹦鹉吧 你越是拿话嗆我 就越说明你吃醋 多谢孟护卫相助 大人客气了 这些年 卑职在刘大人身边 大小官员见过无数 真正一心为民的 只有你 卑职很是谦养大人 能为大人尽绵薄之力 是卑职的荣幸 那 孟护卫多保重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孟护卫 婉妹 孟哥哥 婉妹 孟哥哥 你总算来看我了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孟护卫 这下好了 我与刘大人的十年之约 明日期满 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了 真的 太好了 婉妹 你且收拾好东西 明日我来接你 老三 老三 让我先做会儿 坚持不住了 老三 老三 拿好这个金牌 老三 马上去找玉八三 让他陪救命 去救皇上 快去 不 我去了 你怎么办 大三 你要明白 我死了 和宫里还有皇后 我们赫舍礼室 还有其他的兄弟子职 只要皇上平安 我们赫舍礼室 就还有希望 可如果皇上出了危险 就不关我们赫舍礼室晚了 是我们整个大清都危险了 快走 不 走 快走 我不管 什么完蛋都可以 我不能没有衣服 走 我们走 你这是孩子 走啊 走啊 傻小子 走 我 跑吧 我们走 走 这儿 走 一会儿人来之后 不说了 大人 前赫啊 你这伤势如何啊 已经好多了 多谢大人关心 前赫啊 我让你查得 咱们这边的奸细 你查得如何了 还在调查之中 目前尚无进展 大人 卑职还有要事 想跟大人商议 长 家父先师之时 曾让卑职保护大人 卑职立下十年之约 守护大人十年 今日刚好是约满之日 在下想辞去一切职务 隐归山林 小海啊 你已经想好了 决定了 不愿意再继续追随我了 卑职生性散淡 不宜久居观察 望大人能成全 也好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我也就不强求了 人各有志嘛 不过啊 不过啊 既然这样 你呢 再帮猛官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然后你再走 你看怎么样 卑职定当尽力 大人有何吩咐 你今夜一定要潜入叔府 帮我把礼品 给解决了 啊 大人 你是让卑职 爱杀礼品娘娘 不错 现在我们暂时 把这个钦差龙三 给稳住了 可这礼品娘娘身怀着龙胎 如若回宫之后 产下皇子 到那个时候 可就是后患无穷了 所以 我们必须 尽快给她铲除了 大人如何得知 礼品娘娘怀有龙胎 孟护卫 这事啊 不瞒你了 其实我早就已经收买了 叔府的管家 他告诉我 礼品娘娘的奶娘 近几日 很是欢喜啊 每天都给礼品娘娘 包各种汤水 结果 就在前些天晚上 晚上 小姐 你在吃料盆 你现在都已经 患了狼胎了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只不过是奶娘的 一句梦话而已 大人何必当真 对 是一句梦语 不过这奶娘 所包的汤水之中 放的 可全都是安胎的药物 对于这种事呢 我是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即便是 这礼品娘娘 她这次没怀龙主 那 现在皇上 这么宠幸于她 将来也有大把机会啊 到那个时候 那礼品娘娘 能够放过咱们吗 所以说呀 必须尽早铲除 可是钦差大人 带了许多大内高手 在暗中保护 礼品娘娘 况且 卑职的伤至今还未痊愈 强额啊 这样啊 今夜呢 我先约这个 钦差大人去喝花酒 先调走他一半的护卫 然后我再派一帮人马 潜入到叔府当中 引开剩余的一批护卫 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下手了 大人 舒剑之死 已有诸多蛛丝马迹指向大人 这个时候 如再杀了礼品娘娘 那钦差大人会更加怀疑您 他虽然是收了大人的贿赂 但难保他回京不会出卖您 这祥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容本官好好地想一想 小鹤啊 你这腰间这把刀 可是你爹留给你的 回大人 这把刀乃是卑职的传家之宝 我记得 这刀柄之上 由你爹亲手刻的一行字 可否让本官一看哪 我记得 这刀柄之上 是 大人 真是一把好刀 拿下 别挣扎了孟夫 没力气了吧 知道今天早上 你喝的汤药里 我加了什么佐料吗 大人 你这是何意 孟祥和 亏我那么信任你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 你竟然跟这个龙三 勾结在一起 大人 卑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还在骗我什么 昨夜我已经查明了 就是这个青差龙三 劫走了我庄严之人的 官吟 大人 您说龙三大人 他是盗取官吟之人 大人可有凭证 你要凭证 我就告诉你 叔父管家说了 官吟失去的当委 龙三和他的一杆护卫 根本就不在叔父 而是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 各个黑衣蒙灭 行踪诡异 而那个龙三 天亮的时候 乔装成一位老人出去 我画了画像让管家看 没想到 性爱的客商 就是这个王八蛋乔装的 老子掀在脸上的字 到今日还没洗掉 孟强河 孟强河 你还不着对不对 告诉你 昨天晚上 我们给奶娘下了迷魂药 她可什么都说了 孟强河 你快走开 小姐现在 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 绝爱毁了龙胎 强河呀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你与那清差龙三 无亲无故 并不相识 你居然勾结她 背叛于我 我知道 这么多人 我赏赐你的银两 你都收下了 我赏赐你的丫头 你却不收 这是为什么 你心中早已有了人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你心中的那个女人 居然是书贱的女儿 舒婉欣 你和李平 早有私情 没错 我心中的人 就是舒婉欣 大人 你 有恩与我不讲 孟某在你身边护卫十年 平日 你待孟某不保 孟某从没想过要出卖大人 背之时不愿看着大人 一步一步先得更深 大人 你也听被指一句劝 岂无再行伤天害理之事 回头施案吧 大人 什么 这里有案吗 这有案没有啊 好 哈哈哈哈 我早就知道了 钦差大人龙三 收我的金银财宝跟美人 只不过就是为了麻痹本官 龙三进京之时 那就是我刘德昭赴死之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能有什么推路啊 大不了就拼死一搏 待他死后 我就将这个责任 推给那些 牛角寨上盘踞的山匪 大人 你可曾想过 牛角寨位于山西境内 就算皇上信了 钦差大人和丽皮娘娘 死于牛角寨之手 可你身为山西巡抚 你逃得了失职之罪吗 失职之罪 湘河 你给我听好了 经本府调查 钦差龙三 勾结牛角寨上的 潜民余孽 他不但伪造圣旨 还勾结这些山贼 打劫官府的酷银 因分赃不均 起了内户 自相残杀而亡 本府率兵剿灭了牛角寨 如此一来 你觉得皇上还能追究我 失职之罪吗 在 钦差龙三伪造圣旨赛先 早已犯下了杀党之罪 大人 先把罪名嫁祸牛角寨 现在你有说钦差大人伪造秘旨 我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 看清楚了吗 自从知道龙三敢截取官吟 我便觉得此事蹊跷 便吩咐管家暗中留意 没想到 还真让他得饶了机会 溜进了龙三的房间 便发现了这些东西 结果我们仔细一看 看出了破绽 这玉玺还有密纸 是假的呀 不可能 钦差大人手中还有一道密纸 奉旨调查书件遇刺一案 那封密纸 被纸仔细看过 绝不可能造假 兴许他是奉旨查书件之死 可是 他竟然胆大包天地 想要插手山西正 情急之下 才伪造了圣旨还有遇玺 这叫什么呀 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 他闯进来 求贵 龙大人在儿端面上刻字 是希望你们能够 惊心反思 悔罪改过 你们居然执迷不悟 你放屁 他龙三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眼里 他只是一个虚伪狡诈 莺莺狗狗之辈 你也在观察会的十几年了吗 就这么点小伎俩 就把你给蒙蔽了 道不通不相为盲 龙大人不想与儿等同流合污 儿等居然痛下杀心 你们才是自寻死路 大人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呀 大人 大人 也罢 我曾答应王府 守卫你十年 如今十年之月已满 我也算不负心意 留得着 我既已落你手里 这条命 就任你处置 想啊 你跟了我十年 也守了我十年 救了我几次的性命 我刘德昭 心中未曾不感激啊 可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哪 你把我刘德昭 逼到了绝境 把我刘氏的泉租 逼上了死路啊 你我盯着 想狠啊 别怪刘德昭 别怪我 心狠少了 代下去 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离天黑还有六个使者 但愿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 主子 索大人怎么样了 索大人出事了 我们在一处悬崖下找到了随行侍卫 他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 他说他们在半路上 接连遇到粮火身份不明的人袭击 他们三个侍卫 掩护索大人和纳赛成功脱身了 但他们自己受伤之后被扔下了悬崖 那索大人现在 受了重伤下落不明 不知是否已经安全抵达玉巴瓒的军营 所以我打算另派两个随行的兄弟 快马加鞭赶去玉巴瓒的军营 但是 他们没有主子的金牌作为信用 不知玉巴瓒愿不愿意相信 肯不肯出兵 主子 不如这样吧 奴才亲自去一趟 玉巴瓒认识奴才 如果奴才亲自去说明情况 他应该会相信 那就辛苦你再跑一趟 主子您这么说 真是折煞奴才了 奴才也不用带什么东西 这就轻装出发 我派两个侍卫 跟公公一同前去 好 不好了 龙小弟 龙小弟 甲鱼玺跟甲蜜纸不见了 我昨天检查还在呢 这怎么现在甲玉玺 跟甲蜜纸都不见了呢 看来这叔府当中 一定有人被收买了 这甲玉玺和甲蜜纸 已经落入刘德昭手中 不可能啊 这府上可都是叔府的老人 没理由被叔府的死对头 收买了呀 树倒护寸散 一定是有人见 舒大人已经死了 这府中没有了主心骨 所以起了异心 如果府里真有内奸的话 我们的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都暴露了 不是有可能 而是一定暴露 刘德昭一定会借着 甲玉玺和甲蜜纸 大作文章 甚至对主子痛下杀手 龙小弟 现在怎么办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要不然 脚底抹油溜吧 如今索额图也下落不明 也只能马上撤出太原了 只恐怕 想走已经来不及了 放心吧 有我哥哥哥保护你 一定会没事的 有人来了 龙大人 巡抚大人派人前来 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 你能不能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呢 晃得我这头都晕了 你头晕 我心还烦呢 姐夫 你看看我脸上这字啊 到今天都没掉下去 你说这姓龙的他多可恨啊 还有 这小子铁哥的一个 官场上这些规矩他懂吗 你还浪费这一桌子韭菜 要不说 人来之后 直接拿下 言行逼供之后再把他灭烤得了 先不慌 再等等 再给这个龙三一次机会 就当是给咱们自己一个机会 不然 说实话 这个龙三来咱们人这么久了 到了现在 他到底什么底细我都没有摸清楚 我心里着实的不踏实 还有 如果这龙三知道了 咱们拿出了他 善杀朝廷命官 司科玉玺 假传圣旨的罪证 就此向咱们屈服了呢 就算龙三屈服了 丽贫怎么办呢 他跟咱们那是杀父之仇啊 那丽贫必须死 再说了 如果这个龙三 真的肯向咱们屈服 很多事情 他自然会替咱们遮掩的 否则的话 否则 就送他们一块见阎王 什么时候来呀 他真是 龙大人 请 李贫还在府上吗 还在 刚才她还吩咐奶娘 要众人都到大厅 随她一起 为老爷的亡灵念经祈福 交代的事情 都办妥了没有 放心吧 我已将药 下在厨房的菜汤里 过会儿就会发作 好 我先到大厅念经 你们等我信号 好 事成之后 我家大人必有忠信 慢点 狼大人 龙大人 龙大人 有失远迎啊 龙大人 龙大人 来来来 请请请 此次请龙大人过府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有两件东西想抢龙大人亲自过目 龙大人 这两样东西您见过吗 刘大人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 龙大人 现在东西怎么得来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提醒龙大人 恐怕龙大人你现在已经犯下了 灭族杀头的重罪吧 刘大人想怎么样 好啊 龙大人 那我们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知道 龙大人 你手上也抓住了我不少的把柄 好啊 想怎么样 那就要看龙大人 你是想大家手拉着手一起死呢 还是抱成头一起活呀 刘大人 好死不如赖活着 龙某自然是想与诸位一起活嘛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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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 龙大人是一个聪明之人 是啊 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太好了 龙大人 来 咱们终于是达成这攻守同盟了 来 为了这攻守同盟 为了这一天 来 咱们满饮此杯 来 来 赶 没酒啊 龙大人 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好 那有件事 我得求您帮个忙 何事 您瞧我脸上这个字啊 您高抬会手 把您的墨宝给我去了吧 瞧老板 您脸上这个墨汁啊 是我家那个饰品特意调制的 这没有一个月以上 很难写净 龙某也真是没有办法 瞧老板 要不然您多等几日 行 不着急 不着急 抱歉 抱歉啊 龙大人 您太客气了 来 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啊 来 来 龙大人 是 ral瓶 大人 哎呀 龙大人哪 真是一个薄情的人儿啊 面对着这万姑娘色意双绝 居然是毫不动心哪 刘大人 龙某也不是个不怜乡西域之人 是 只是那个时候与刘大人尚未交心 背地里啊 就害怕刘大人参悟一般 所以只好啊 辜负了美人了 现在好了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大可以放心的 以后与这万姑娘那是双宿双妃呀 俗话说得好 人不风流网少年呀 多谢刘大人玉成啊 哪里哪里 龙大人 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那有件事儿希望你多多帮忙啊 何事啊 我们收到消息 听说这丽贫怀了龙胎了 正是 可是我们又收到消息 这丽贫因为父亲亡故悲伤过度 在书府小产了 结果不幸大出血 轰逝了 刘大人 这什么意思呀 我刚出府的时候 这丽贫娘娘还好好的 龙大人啊 俗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啊 龙大人 你是一个聪明之人 这向皇上禀报丽贫娘娘